在兩者簽署ECFAE在條約對立嚴重 部分學者表示簽署ECFAE 台灣就要繼續順求跟其他國家來簽FTF 台灣現在就要提任到自由不一發揮心 國台未來一定會有加多三劫受到衝擊 免任國家嚴重的可見 簽署ECFAE後 台灣怎麼對應 在包括電話經濟研究院 台台農業學者學者共同公辦做單位 出社學者人為 對大方面來看簽署ECFA 讓兩款的更無關的面貨更換 更可以有錢 不過這也代表到 台灣以後一定更加加速驗向自由發佈業 跟美國簽FTA同時 再來三劫一定比現在中國努力的前方下 積極更多也更大 台灣需要現在就做好準備 其他的FTA絕對不會有什麼ECFA下面 這個所謂讓利縮這種問題 沒有什麼讓利 甚至反過來 東協還覺得你台灣壓力比較大 希望你台灣多讓利一點 未來的FTA 就沒有像ECFA這麼有讓利的東西 更加嚴峻 有哪有出席的劉委會副主委高中表示 對學者提出的建議 政府的心情對應 如果說有哪有人自己 能化簽定ECFA在後 主要面對的10年條款 要向上來開放90%的三壓連關稅 高中共調 在ECFA的文本當中 已經有適合安全基障 文本裡面的一個序文當中 序言當中就特別呈現了一個叫 考量雙方的經濟條件 我們對這個兩岸經貿安全法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建構得很嚴謹 學者表示政府現階段 不是像主播在兩環境沒關係 更加應該在國際自由保育的相關情勢 提早做準備 記者綜合報道